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经人称为民主开创者 宁静革命的发起人 被大陆通骂为最大的台独分子 他早年作为三民主义的坚定继承者 支持统一 后期转向支持台独 并被国民党开除党籍 他也是台湾第一位民选总统 李登辉1923年出生于台湾台北线三支乡 他家的祖籍是福建永定 1988年至2000年 他担任台湾总统及中国国民党主席 后任台湾团结联盟精神领袖 早期他是台湾的农业经济学者 曾任台大教授 1972年投身政界 历任农副会见任官员 台北市长 台湾省主席 副总统等职 1984年 蒋经国出任第二任总统时 因本土化的需要 指定了台湾本地人李登辉担任副总统 1988年1月13日 蒋经国去世 李登辉当天继任总统 在宋楚瑜的帮助下 李登辉顶住元老派的压力 使自己顺利当上了国民党代理主席 同年又当上国民党中央主席 至此 李登辉及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开始了他长达十余年的主政生涯 李登辉无论在公开或私下场合 都信誓旦旦旦的宣称 继承蒋经国的一致 坚持用三明主义统一中国 1984年 李登辉曾说 台湾和大陆的学院关系以及历史渊源 台湾和大陆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在1991年第一个任内 他主持修订了国家统一纲领 为继续用三明主义统一中国提供法理依据 国统纲领一度曾是台湾大陆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 此外 台湾还建立了负责国家统一工作的专门机构陆委会 并公布了相应的政策和条例 并于1992年 由大陆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 和台湾的海峡交流基金会在新加坡的海皇大厦举行历史性会晤 最终达成著名的九二共识 确定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形成了两岸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 但是从1993年开始 李登辉逐渐改变立场 由主张国家统一转变为倾向于主张台湾独立 对一个中国原则采取消极和违背的态度 他曾说 你们不要再提一个中国的原则 蒋介石从来没有这样说过 这是周恩来提出的 我们提一个中国的原则上当了 从那以后 他再也不提一个中国的原则 他所谓的上当大概是 周恩来所提的一个中国后面还有一句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1995年7月 李登辉回访母校康奈尔大学并发表演讲 成为中华民国有史以来首位访美的总统 他首次提出中华民国在台湾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这个说法 并且17次提到中华民国在台湾 被大陆认为是两国论的先导 1999年7月9日 李登辉在接受德国之声广播公司记者采访时公开宣称 台湾当局已将两岸关系定位在国与国的关系 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 正式提出两国论 1996年 李登辉就任台湾第一届民选总统 在就职典礼上他说 要早日完成统一大业 2014年 李登辉在和大陆学生交流时候说 李登辉不讲台独 但是同时期他也对九二共识 以及对大陆的统一政策表达过不信任 2016年 在媒体面前的李登辉更加决绝 直言中国和台湾完全是两个国家 台湾民主化的历程始于蒋经国晚年的解除戒严令 但90年代开启的民主化是李登辉对台湾最大的贡献 在李登辉的主导下 从1990年的国会全面改选到1996年的台湾总统直选 在这一场为扩大人民参政权的宁静革命后 台湾有了一个新的宪政体制 李登辉生于皇民时期 但未必皇民化 他是本土人 但是在早期外界认为他一定会想台独的时候 他却是坚定的统一提倡者 在他任内成立了陆委会 达成了九二共识 也为两岸和平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对台湾来说 他真正开创了台湾的民主体制 实现了总统直选 为华人地区的民主实践树立了一个榜样 同时在日本教育下长大的李登辉也有严重的日本情节 他公开说过22岁以前是日本人 在二战以后 李登辉进入台大教书 当时台湾左派思想弥漫 李登辉变读马列著作 在1946年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来在50岁的时候 他步入政坛 又加入国民党 陈水扁上台后 李登辉开始站台绿营 国民党最终开除了他的党籍 李登辉一生执政理念发生过多次巨大的改变 正如台湾前领导人马英九连战所说 这些功过是非 只能等待历史来论断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